数位转类比,PWM是什么?按照维基百科上面的说明 PWM本来是这样简体的,那我用Google翻译把它翻成中文的来讲 本来我们的数位信号就是0跟1 可是如果我们要显示它的中间有不一样的值的时候 那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利用的是所谓的数位信号的用一个时间值 像这里很细,这里比较宽,这里比较宽,这里很细 就是利用它的宽窄来取得一个平均数 这就是所谓的数位转类比信号 那假设我们要出现一个波型的时候 正常来说这个是要用类比信号来做 这个波型才会比较漂亮 才会产生这样弯弯的波 可是如果你是数位信号的时候,它不是0就是1 那我如何产生这个波型呢? 那它就是数位信号,看它这有一条斜线 它是利用它的上下上下 用不断的上下上下,然后用它的时间长短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张图 这个数位信号这么宽,这个比较窄,这个更窄,最细,几乎没有 然后慢慢又变快 那它利用这样子数位信号时间的长短 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波型 这就是所谓的数位转类比信号 那再看下一张图 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大,它可能是一个锯齿状 而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形的形状 这是数位信号转类比信号的时候的一个方式 这是我们讲的PWM 在Arduino或者是各种开放硬体里面 你的感应器输入 前一张讲到不是数位信号就是类比信号 可是我又想采用数位信号 可是我要表现出它的值的大小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所谓的PWM 那什么时候用呢?简单来讲 比方说我们的马达要不要正转反转?要 要不要马力输出?要 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到PWM 那LED灯里面,有没有看过呼吸灯? 有哦 那以前我们的LED灯要不我就让它亮 要不我就让它熄 它只有亮跟熄两个选择 那我可不可以让它慢慢亮再慢慢熄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呼吸灯 那我示范一下呼吸灯的做法 呼吸灯的做法呢 我们就是会用到所谓的PWM的一个讯息 在哪里?正常我们在这里 我们只能显示让它亮或者让它熄 没有办法让它强调这个LED灯的亮度 所以我们在什么?灯光这边 它这边有所谓的 绘制哪一个灯的亮度 最大是255 在灯光更多 这边 绘制哪一个灯的亮度是多少? 最大是255 那你说这个值为什么是255 有些PWM的值会更高一点也不一定 那就端看这个感应其他的设定 比较常看到的是0到255 也就是256 256就是2的几次方 你可以想一下 好 它一定是2的倍数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 那S0Y0就是第一个灯 那它既然是255 所以我利用一个回圈 那这回圈我是使用这个计算几次 那我回圈255次 让它的灯从0慢慢一直亮到255 那暂停个10微秒 10微秒就是0.01 0.01 1秒等于1000微秒 然后暂停1秒 显示一个这个灯 好我们来看它的作用的方式 好按Play 它慢慢亮慢慢亮 两刀最亮 然后就显示 这样一个爱心符 好爱心符 好这一颗灯会慢慢亮慢慢亮 那正常爱心符合最后应该再轻掉才对 好这样这个就是类似呼吸灯 我只做一半 还有一半是什么 呼吸灯是慢慢亮慢慢亮亮到最亮 它还要最后怎么样 慢慢洗 那慢慢洗怎么做 留给你去想 好这个是呼吸灯 的做法也就是解释PWM 它的运作模式